每个人都在讨论习近平是否会参加G20会议 根据中共国家媒体报道 习不会参加会议 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但根据我们在中共国独家情报得知 习有两个原因不参加 一是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二是他面临前所未有的党内和国内动荡与不稳 我们已经看到媒体报道称 拜登对此非常失望 但他表示将会与习见面 根据我们情报来源得知 被中共称为老朋友的一群人 正在积极地在幕后努力 试图让习和拜登会面 习近平为G20习拜会面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是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共国的所有制裁 第二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遵守九二共识 这是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术语 中共对一个中国解释就是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第三是习近平想要知道 美国对于中共对台湾即将发动的攻击的反应 习近平还向拜登提出了三项交换条件 首先 习在G20峰会上与拜登会面并共进晚餐 其次 习调停俄乌战争以实现和平解决 最后 习帮助拜登成功竞选2024年总统 我想补充一下 这些倡议是由美方采取的 他们在幕后积极工作 试图使会晤成为现实 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和建议 习将与拜登见面 习将直言不讳地告诉拜登 将接管台湾 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 美国计划解除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 他因2018年购买俄罗斯武器 而受到川普制裁 美国还考虑解除对中共的其他制裁 我希望这个爆料能改变事情发展的方向 我真心希望 总统会拒绝这些提议 感谢观看